无人机网原因美媒消息称,全球作物保护公司ABAMA宣布,已与以色列航空航天公司Tactic Aerobotics合作, 为高容量航空能液喷洒的高载荷无人机,由AV进行联合可行性研究,Tactic Aerobotics开发了Cormorant,这是一种多功能,紧凑,高载荷,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VPOL飞机,具有独特的功能,如此可以携带超过500千克的有效载荷,包括燃料在内最多期带留14千克, 它不需要简易机场,可以用法车运输 Cormorant是一款多功能无人机平台,能够执行多项任务,包括物流和货运服务,以及灭火和空中喷洒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,AVMA和Tactic Aerobotics将共同开发 Cormorant,这是一种新的空中喷涂解决方案,AVMA在农业中心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绝少,以及以农民为中心的方法,将指导发展发向,并确定Cormorant的能力 Cormorant的无人操作和独特的设计,促进了空中喷涂的新安全标准 它消除了飞行员受伤和暴露嫌疑事故的风险 凭借相对较低的升学特征,和7分之24飞行能力,它将显示增加可用的应用窗口 AVMA根据任务调整飞行高度和速度的能力,结合独特的空气动力学特 性,可实现更好的顶篷穿透,挑移减少和可变速率应用能力 AVMA战略,与资源高级副总裁Dana和Ari说,我们很高兴能与Tactic Herobotics合作开发新的创新空中喷涂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ACormorant代表了一种新的改进的航空应用方法 并且看到了将AVMA的作物保护组合,与其独特功能相结合的未来潜力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提供这些和其他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 使农民能够优化产量,并帮助他们成长 战术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Rafioli表示 当AVMA向我们展示他们对Cormorant潜在回应App不满最迫切需求的见解时 我们对AVMA的前瞻思维和创新精神印象深刻 Cormorant的独特功能为各个领域的挑战,提供解决方案 AVMA的参与和愿景,是我们的如此无人机有应用价值的重要贡献 扫码关注,我们获得更多精彩 破贼权的缉口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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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